Yahoo 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睡小兔 我是玥銘 我們今天要介紹Zoom的Q2N4K隨身攝影機 首先先介紹它的內容物有哪些 有這個 說明書一份 有攝影鏡頭的鏡頭蓋 再來是攝影鏡頭的遮光照 然後兩顆三號電池 跟攝影機本體 接下來要介紹它的規格 它的鏡頭是採用150度的廣角鏡頭 上面這個麥克風呢 是它內置的XY軸的立體聲麥克風 這邊呢 是它的簡易可以調整你的Game值的地方 然後這裡可以放你3.5mm的監聽耳機 然後下面這邊呢 是可以插你的3.5mm的麥克風 後面這些呢 就是有一些基本操作 這些我們等一下會再跟大家介紹 然後這裡呢 是可以準確的調整你的Game值的設定 然後下面這裡是可以讓你用HDMI-OUT來接 例如說電腦啊 等等的設備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是可以讓你USB的無線充電 可以讓你這樣充電更持久喔 再來下面呢 它有做一個四分之一的鎖孔 你可以讓它裝在腳架上面啊 然後就可以放在任何的地方 下面呢 是它的一個電池盒的設計 它採用的是兩顆三號電池 然後這邊可以插你的SD卡 接下來要介紹它的操作界面 首先先介紹它的螢幕 它的螢幕呢 是彩色的液晶顯示屏 所以可以讓你很輕鬆的就可以見夠完美的鏡頭喔 然後再來呢 長按這邊 是開機鍵 這樣就可以開機 再來呢 介紹一下旁邊的按鈕 是可以幹嘛的 首先呢 是這個Video這個 這裡呢 是可以調整你的畫面頂值的部分 可以變成4K啊 1080啊 720啊 或者是它也可以單純只負責錄音的部分 再來呢 FOV 這裡是可以調整你畫面的寬度 就是可以調整你的遠鏡 像是這樣 再來呢 下面這個SIM 是可以調整你的畫面效果的風格 那這邊呢 就是可以像是在加濾鏡的感覺 再來呢 這裡有一個Low Cut 這個是可以切掉你的低音頻的噪音的部分 再來Audio呢 是可以調你的高音質的錄音 你可以調成就是96K 然後24bit 再來下面這個Auto Gain呢 是可以就是讓你自動調整你的收音的大小聲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去做轉換 就是讓你就是沒有辦法在機子旁邊做控制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自動的控制 讓你不會爆音 然後下面這邊呢 按一下這裡 就是可以有一些選單的部分 然後它這邊還是可以調整你的 日期啊 或者是你的語言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 例如說什麼省電模式等等的 然後它語言也有提供非常多種喔 按一下回來就可以到原本的頁面喔 然後 中間這個鈕呢 是錄製鈕 就是你按一下 它就會直接存到你的SD卡裡面 那我們接下來來測試看看Q2N 4K 所帶來的畫面跟音效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喜歡你浪浪採途 面對繞的小招數 喜歡的說話語素 陪你逛街買衣服 我喜歡你的小紅塗 想要趁你過馬路 不用走海的地圖 下一站就叫幸福 眼睛等待在這無辜 原來最後也是無福 不知你買什麼糊塗 心裡沒數 追你的經驗 開倉庫 都在你心裡的溫度 你手的禮物都裝滿了一倉庫 媽媽說有誰會搖緊我 我不會讓你輕易掙脫 平時看你承諾 這次要突破 快失去後面爸爸的幽默 我喜歡你浪浪採途 面對我的小招數 喜歡你笑話語素 陪你逛街買衣服 我喜歡你的小糊塗 想要趁你過馬路 不用走海的地圖 下一站就叫幸福 我們今天Zoom的Q2N4K的隨身攝影機 就介紹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然後想要繼續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